那獅子大學的總校長是我們台灣人 所以我們要掌聲鼓勵一下 上次我到獅子會參加我們300D複合區 還有D3、D5他們的年會的時候 也跟莊總校長在一起 然後也跟我們合建昌總監在一起 那就提到了國際獅子會 在國際教育和學術教育的部分 特別提到因為現在是數位時代 在網路教學的部分 國際獅子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他們的教育資料庫裡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可以適合讓我們學中小 甚至到高中甚至大學都有 這些很有價值的教育資源 那因為總校長就是我們台灣人 所以也希望藉著這個機會 能夠促進一些學術上的交流 特別現在這個數位時代 網路時代的部分 那我想這個部分也是我們目前很需要的部分 很需要的部分 所以我跟莊總校長談了一下 就是莊總校長也希望說 對這個整個數位教育的部分 網路教學的部分等等 能夠能夠引進 然後甚至說可以在台灣 有一個地方可以成為示範的地方 那我想說這張插先生 如果能夠跟我們國際獅子會這邊 有很好的合作 我想這個對我們的中小學教育 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特別是國際化 還有探索教育等等 我想這個特別重要 那因為整個的